晚上10点了 打电话说冷酷震冷效果不好 大家看看这个管解水珠 但是没有霜啊 这个冷酷是个冷冻的冷冻 冷冻库回去块结霜效果最好了 他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缺糊了 这个冷酷每两年都加一次 看这个压子机上有油 肯定有慢肾的地方 不过肾的不厉害 油镜里边还有油 这个机器老多年了 用了十来年了 太老了 这管正常应该截霜才对啊 截到这个钢头上 现在连霜都没有 一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加幅过程 和空调加幅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加幅口在这 这个帽是个方尘帽 这帽拧开以后里面没有顶针的 通过这个发门控制的 跟空调的不一样啊 跟老式的空调 美迪的实际星是一样的 通过这个发门才能加幅 这个发门现在是完全松开的状态 松开以后 加幅口就关闭了 如果要加幅就要把它打开一点点 这个地方就开了 现在开始加幅 先把防尘帽打开 这里面有一个铜电片 起到防尘的作用 然后把压布管拧上 然后把下边的发门 给他拧开一点就可以了 22的冷煤可以加气体 慢点加 因为从这个地方加冷煤啊 直接进气杆了 所以 不要加液体啊 加液体容易造成气干液积 我加上以后 现在这个管温热了 比手的温度还高一些啊 这个管冰凉冰凉了 应该一会儿就会结霜了 这样冷煤都加的差不多了 然后 拆管之前 先把这个发门开到最大 拧不动了为止 然后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管是没有顶针的 不用顶针 接着咱们把这个防尘帽拧上去 用搬手轻轻拧紧就行了 然后再把塑料盖拧上 这个冷酷加浮全过程就 全部完工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